职总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计划自推出以来 已经让至少两万五千名酒店和餐饮业员工从中受益 员工的薪金平均上升了11% 来看记者林思敏的报道 无论是添加酱料 翻炒食物 或将食物放在托盘上 这些机器都能做到 机器也允许使用者按照需要做出调整 有了这些机器 餐饮业者不但能节省人力 在受控制的火候和温度下 烹煮的食物也不容易烧焦 职总秘书长下午出席 职总生产力分享活动时表示 如果能有效利用机械化 员工工作负担将减轻 工作环境也更安全 虽然机器代劳的好处不少 但也有人担忧饭碗被抢走 这家在一年前开设的餐饮店就运用了新科技提高生产力 这个多功能烤箱可以烤烘和蒸 而且使用方式简易 业者表示 现在不需要聘请三名员工来进行这几个步骤 只需一名员工负责 改善了人手不足的困境 对于食物味道方面 由饮食集团在餐饮供应方面选用机械化 以确保水平一致 而餐馆方面则继续由厨师烹饪